如果蒙住你的眼睛 让你在黑暗当中行走 你会不会感到恐慌 躊躇不前呢 但是这样的场景却是视障人群每天的生活 其实在我国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视障人士群体 每8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黑暗中的行者 在昆明有这样一所学校 这里的老师用爱照亮了芒芽孩子们前行的道路 这段云南省昆明市芒芽学校学生在老师的保护下 参加跑步比赛的视频上网之后 很快就获得了上万网友的点赞 30米的距离 今年17岁 正上中专的严金瓶只花了4秒55 凭借这一成绩 严金瓶也取得了学校运动会的第一名 对于还有一些残余势力的小言来说 为了维持和全盲同龄人的比赛公平 跑步需要戴着眼罩 这需要克服极大的心理障碍 小言说的张老师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见他的班主任 与健全孩子的体育教学不同 芒芽学校的体育教学 需要老师对每一位学生 手把手地进行耐心指导和陪伴 最终 学生们实现奋力奔跑的背后 其实是来自于对老师的充分信任 与健全孩子不同 芒芽学校的孩子们往往更加坚强和自立 对于很多在常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们靠着韧劲 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做到 而在他们身旁一路相随的老师们 也给予了孩子们无私的呵护和温暖 你摔破了皮 到医务室擦一下 继续可以上课 推拿按摩店 而未来的生活就像每一次鼓足勇气 起跑一样 只要全力奔跑一路向前 身旁总会有人用爱呵护相伴